如果我们完整读完《罗刹海事》的原版故事 或许会发现《刀狼新歌》对音乐行业真正的意义 就在人们几乎要忘记它名字的时候 《刀狼》带着新专辑《山歌聊灾归来》 其中一首《罗刹海事》更是引起了现象级的讨论 《山歌聊灾》是通俗音乐的上家之所 这几乎没有疑问 整张专辑带有新名歌概念 又借用了文言至怪小说的一些内涵 此语都引人思考 不过他的病毒是传播 主要还是因为歌词被解读为影射基本大鹰 杨坤 高晓松等主流歌手 虽然不少媒体也都指出这可能是误读 但公众仍然相信他们最爱的故事 《少年初走》 《武神归来》 刀狼回来打恩怨局 对脸当年的歌坛大咖 这岂不是爽文中的爽文 可现实毕竟不是奇典小说 刀狼的回归未必有那么多个人恩怨 更重要的是 解读刀狼的歌 其实有其意义所在 真正听懂刀狼 或许意味着听懂华语乐坛的这二十年 一 被批判的刀狼 二十年前的华语乐坛 谁是马虎并不重要 或许注意到这一点的人 还不多 原版的罗刹海事故事情节 本就和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蒲松陵罗刹海事故事的前半段 说的是一位容颜俊秀的青年人马迹 在从事海上贸易时 因为飓风误入罗刹国的一个村子 他发现当地人都长得奇丑 几乎不像人 偶尔有长得像人的 也衣衫褴褛如乞丐 马迹用了几天 才使村民相信自己 不是世人的怪物 进而与他们交流 知道罗刹国最终外貌 集美者可以为上青 这个山村居民 不少都是因为奇丑无比 父母都认为不祥 而被抛弃的人 马迹于是前往罗刹国的都城 正好见到了退朝的相国 这位本该俊美无比的 向国长的不忍直视 正如刀狼在歌词里写的 双耳皆背声 鼻三孔 睫毛父母如脸 罗刹国和中原的眉丑是相反的 因此被乡里称为巨人的马迹 在这里丑得精神气鬼 接下来 音乐的作用出现了 一位曾到过中国的行商 发现马迹唱歌 比五音不全的罗刹国乐师强多了 想要将马迹举荐给国王 但一位担心马迹丑得 过于惊悚吓到陛下而失败 直到马迹以眉图面做张飞庄 才因为歌曲和见识 得到了国王的赏识 只是罗刹国官员 因为知道马迹的妆容是假的 仍然会私下议论和孤立他 刀狼借来罗刹海誓这个名字 谈的是审美标准的问题 罗刹国以丑为美 甚至在马迹委屈求全 以眉图面骨做丑态以后 他们依然不能接受马迹的尾事 这是当年刀狼的遭遇吗 我认为是的 刀狼不计较是一回事 但刀狼歌曲受到中心化审美标准 很大的挑战 则是当年的事实 当年的乐坛依然保留着中心化结构 纳英 汪峰和高晓松 都通过不同的方式 进入到了这个中心圈子里 他们可以品评作品优劣 甚至在奖项评选时 不让当年人气最炽热的歌手入围 因为他们对于艺术性 有着垄断式的话语权 当然 这并不等于纳英或者汪峰人品卑劣 这个中心圈子里 换任何人来 结果都不会差太多 因为刀狼是新物种 纳英也承认 刀狼的专辑 我们谁也卖不过它 正版专辑销量270万 加上盗版可能接近2000万 这样一个半路出家 没经过系统声乐学习 也没有被唱片公司经纪人工业化体系盖章的歌手 被视为中心化结构中的一种意志 不正常吗 太正常了 中心化的封闭结构 一定会试图驱逐这样的意志 直到新物种的声势扩大到无法驱逐 在此之前 新物种要么选择融入原有权力结构 比如当年许多民谣 摇滚歌手 比如二语弊的周杰伦 成为旧世界的明星 要么接受排挤 在某些作品大火之后 慢慢淡出公众视野 音乐圈一直是这样运转的 刀狼比谁都清楚这一点 他也尝试过做一些改变 但因为种种原因 主流的圈子始终没有完全接纳过他 这也让刀狼没有太多选择 如果他坚持自己的音乐是美的 是有音乐性的 那就一定有人在颠倒黑白 所谓恩怨局 当年刀狼的态度就很洒脱 他甚至亲自为那英说 只有农民听刀狼的流言辟谣 刀狼也没有借着人气 强行留在娱乐视野中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被启示捧好人 讲有什么重要呢 批大点事 如今时过境迁 当年的话语权力中心都不存在了 大家也都不在乎评讲了 你说刀狼会回来打脸复仇 那格局也太小了 不像他的作风 从始至终 他面对的都是一个话语权力中心 而不是某个人 某件事 他谈见作歌 讽刺的是美丑不分 黑白颠倒的风气 是与一个世界为敌 所以谁是马虎 谁是幼鸟 根本就不重要 罗刹海誓 写的是他一路所见的东西 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并不单止一人一事 正如聊斋之意 写鬼写胡 本就是为了刺贪刺虐 描绘的是事项 是时代的轮廓 谁会去关注狐妖代表哪个人 书生又代表哪个人呢 二 二十年后的一月市场 去中心化以后 依然需要价值毛 刀狼曾经面对的那个 以唱片公司经纪人系统 为核心的流行音乐权威体系 今天已经彻底瓦解 新浪潮对刀狼和纳英来说 都是公平的 这也是所有音乐人 必须要过的关卡 已经过了创作表演巅峰期的纳英 选择以综艺等其他方式 维持曝光度 而刀狼依然选择 用创作硬汤潮水 两种选择 其实都是合理的 实际上 刀狼早就在访谈中 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当年的冲突是观点不同 不存在绝对的对错 二十年后回头看 杨坤或许有一些 不太理性的表达 但纳英的发言 其实很有意思 他一方面 坦承在专辑销量上 我们谁都卖不过他 另一方面 又坚持刀狼的创作 一定是有问题的 虽然他自己 也无法准确描述 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 审美性或者说艺术性 本身是一个极难量化的东西 同样是汪峰的歌 你可以赞美它是人文摇滚 也可以批评它毫无摇滚精神 学术归学术 至少在商业领域 艺术性确实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谁掌握了更多话语权 谁就是真艺术 这也是刀狼对圈子不满的根源 只要稍微代入一下 我们就能感同身受 凭什么我的东西就不是艺术呢 而现在刀狼从排斥权威到理解权威 很可能将要成为权威了 传唱度不是唯一的标准 动辄20亿播放的抖音神曲 刀狼就能打得过吗 如果各类榜单复活 山歌聊灾 能刷得过顶牛爱豆的数据应援团吗 最终 刀狼也需要真切地面对艺术性 这个无比现实的软指标 音乐 或者说所有的人文艺术作品 都有一种硬核的需求 就是在商业物质标准之外 去锚定自己的价值 不是说冲垮了中心化结构 摆脱了唱片公司和经纪人系统的控制 这种需求就不存在了 时至今日 刀狼在歌里唱的依然是狗屁高雅 这是当然属于他的艺术选择 我们无从智慧 可是假以时日 等到刀狼被各种认知 捧成大师权威的时候 他依然会坚持狗屁艺术性 都是装X吗 最终他也是要寻找价值毛定物的 没有谁是100% 纯靠自己的内心作为标准的 这点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三 罗刹海誓故事的后半段 新民歌 华语乐坛的无价之宝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刀狼他 确实压根就没打算 主动去找什么价值毛 但他一直坚定地知道民间的力量 或者说新民歌的力量 这从他的山歌聊栽中 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在蒲松陵罗刹海誓的下半部分 被罗刹国群臣孤立的马记告假三月 回到山村 听说了奇珍异宝云集的罗刹海誓 不畏风浪前往 希望有所见识 在罗刹海誓 马记结识了出手都是 非人间珍宝的东海三太子 娶到了龙女 拥有了常人所没有的满足 这一部分 刀狼在歌里没有具体地提到 但他在现实中的经历 却有些相似 在远离聚光灯的岁月里 刀狼遇到了能够欣赏自己 并且两心相悦的妻子 在民间收获了在圈内 不会有的灵感和积淀 最终他带着山歌聊栽 回到聚光灯下的时候 这才是无价珍宝 山歌聊栽中的南腔北调 嬉笑怒骂 有人说 这是罕迈的更高形态 这其实有点意思 我甚至觉得 罗刹海市民歌的外壳下 涌动着说唱的内核 在中国说唱 被顾虑掉尖锐和粗笔以后 民歌其实可以替代说唱的 一部分生态味 因为那些荒凉浑厚的调子本身 就能勾起潜藏在文明表层下的激烈情绪 是表达的良导体 聊斋和山歌都是形式 你真让刀狼阐释歌曲的深刻内核 它不一定解释的 比前几天分析歌词的自媒体好 但创作者永远是比阐释者珍贵的 形式本身就有价值 就在那英汪峰的中心流行圈 不接纳刀狼的时候 官方其实很看好刀狼的西域情歌 冲动的惩罚 获得中宣部金唱片奖 爱是你我 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真正的主流 是在肯定他的创作方向 和颇具民族性的创作形式 刀狼在港台的口碑也很有意思 中国台湾音乐教父罗大佑 在一次访谈中说过 自己不听SHE 但是会听刀狼 虽然罗大佑接下来赞美刀狼的声线 但应该不会真的有人认为 罗大佑只是因为声线去听刀狼的歌 对罗大佑 谭永林这样的港台音乐人来说 刀狼的作品中一定有什么 他们稀缺的特质最合理的解释 就是刀狼取材所用的山歌 和古典智怪小说的形式打动了这些资深创作人 或许刀狼就是在走一条最简单的路 就像武侠小说中写的 心中观想无数便达魔尊者像 自然学会达魔剑 山歌聊灾就是初步的结果 向传统文化借鉴这个想法 真是太酷了 比起末期少年穷的老乔段 我确实更喜欢雪中汗刀行中 李剑神大雪平那一声剑来 万千剑人扶空而起 李纯刚向天下人剑一剑 山海经 姚斋志义 搜神记 囚然客传 古典文化中还有无数宝藏 哪怕仅仅是作为装饰性概念 出现在音乐中 也可以瞬间照亮一片天空 当然 只凭山歌聊灾还做不到 但其实 这已经是华语乐坛的一条暗线 今年热歌榜上常见到的 京卫 武家坡 2021 三百红尘良 他们当然不都是所谓新民歌 但同样都在向中国传统的意象 五题 借鉴 所以 刀狼罗刹海誓的老故事 可能正是华语乐坛的一条新路子